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吧 OK 准备好没 那开始了 开始了 从视频里你能看出来 天是比较哇塞 但是依旧掩盖不了它冷的事实 最新拿下长城卫派 卫围起发老了命 我叫吴伯达 来自内蒙古通辽市 现在是在辽宁沈阳 从事这个二十个行业 每天我基本的话就是直播短视频 然后接待一些咱们到天的粉丝 基本就是这样 比较单一 你坐一会儿姐 我一会儿录点视频 我欠你优盘 我看你手上有优盘 我这个不是 这个是我跳舞 我回头送你个歌的 好的 你要地址回头优去 咱就快到了 谢谢 没事 我去年三月份 先开始做销售 从销售做起的 因为我 其实我喜欢做评估师 因为他们平时能天的海味的去找 我说我想面试评估师 他问我会吗 说我不会 让我做销售 让他做的销售 其实我来这公司的第二天就开始拍视频了 但我那时候拍的是不露镜的 就单纯拿手机拍 然后往上发 因为我们其实来到这块吧 你想转正 必须得卖两台车 才能成为正式的销售 你才能接待 就是到店的人 你能去卖他车 那我想去接 想自己去卖车 首先我来到谁啊 我谁也不认识 没有亲戚朋友 那别人的卖车 都是同学啊 朋友啊 家里人想卖车 他卖一样来 他就转正了 那我没有办法 然后正好赶上那时候 我们公司所有的人都在直播 然后我也跟着直播吧 就这样慢慢慢慢 现在就剩我一个人了 直播了 以前直播都不播了 因为坚持拍视频 坚持直播 没有起色 也没有人去看你 他们就放弃了 我坚持了将近一年呢 我三月份一直坚持到 十月到十月份 依旧是没有啥人看 也在坚持 我认为这个东西 你做好了 有可能我这位是能翻身的 而且这个短视频这个行业 是唯一一个 像我们这种普普通通的人 不需要人脉 也不需要过多的经济成本 你就能做的一件事 这种人 而且你一旦做好了之后 你的收入一定是有提升的 所以说那就坚持了 你也不需要去付出 什么太多的金钱 只不过付出时间而已 等下班了 他们有亲戚朋友 好友出去喝酒 出去吃饭 去唱歌 那咱们有什么朋友 咱们就在家 在公司 去做这件事 利用这些 他们业余的时间 去追赶他们 这点我挺佩服我自己的 我上学的时候都不这样 利用别人玩的时间 我再学习 再精进自己 你从哪下手 你不要想那些刻意的官方的 非常正式的预言 你不用 你我哪有那样事 不用 就是你太刻意了 反而不自然 你本身咱不是演员 也没当过导演 你就是想拍两个视频 卖两个车 并不是就成明星 所以说你不需要演技 你就真正的 用你现实当中 你就感觉没有这个手机录你 你就正常说这个车 完全比你设计这种东西一定要好 你不妨尝试一下 因为你毕竟吃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你没拍过 也不是模仿我 你不用老想我 你脑袋里想我的事 你老想我 你这辈子在我眼影下 你究竟是起不来的 你以为你自己风格 你说车都有多事吗 这也是一气的 那个是棕色图网 这个是黑色图网 这个171年上牌 2.0T 380 四驱豪黄 一口价24万9 跑了5万6千公里 大众图网 咱仔直不见够车异想的 来公平靠个椅 听刚刚那声音 奔驰掉铁件的 是啊 那奔驰是后拼的 铁球撑出来的 这个你也可能拿假计的 然后我是19年来到沈阳 来到沈阳之后呢 父母也拿点钱 然后在那个 咱们沈阳中间 开了个小嘴巴 生意不太景气 关门了 但是正好赶上了疫情 也属于是有点负债吧 然后人生呢 并没有什么太多的起色 就是很 那时候那段时间很苦的感觉 就感觉人生 为什么我这么惨 没有钱 还没啥朋友 那手机放那块一天都不小 都没人跟你说话 然后那时候赶上疫情 不能出门 自己在床上躺了将近三个月 只那段时间很孤独 也想明白了很多事 然后紧接着就是我的偶像 科比布莱特也是因为飞机逝世了嘛 其实他呢 我一直比较喜欢他嘛 他的一些精神 不放弃的精神 坚持的精神 就是从那刻才真正的激发了我 因为我以前吧也是喜欢他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感触 到现在才有 就是还是他那句比较经典的那句话 你总有人要赢的 为什么不能是我 那我也在那边 为啥我这么惨 人家年轻人的过得很好 人家有的年少有为的 过得很舒服 无论是家里原因 还是你个人能力 那为什么他能我不能 就是叫你一股劲 我必须我要做好这件事 你必须在我以后的生活里 我必须我要做好一件事 我改变我自己现在 为什么我这么惨 我不能这样 我要过得好一点 就是就那时候真正的 决心特别重 就那时候开始 我云南的一个粉丝 他直接给我打全款 十多万块钱 直接打到我卡里 人都没来 我把车帮他办手续 然后通过发物流的方式 发到他们当地 山东烟台的 黑龙江加姆斯的 包括最近也有新疆的 好多 就不见面 人都不来 就把身份上给我优了 把钱给我打回来 我帮他办手机 优走就完事了 就这种犠牲感 是金钱买不来的 而且我认为他比金钱要值钱 就是我拍短视频 之前也不会拍老是 模仿那些大的出名的 去模仿他们拍 但是没人看见 咱们的专业知识不够硬 你的拍摄剪辑 也没有人出色 那肯定你是不活的 那后期 也是通过一个老师的指点嘛 他教我们怎么去拍 模仿他们 但是其实我只具了一句话 这个也是我说最多的话 就是一定要做最真实的自己 因为我本身就是很实在 一个小伙 那咱就实在在拍嘛 你用你的心去说话 别人很多人都说 这小伙一看就实的 这是别人对我说最多的 所以那咱本身就是实在人 这个信任感的 就是 就是这么来的 我感觉 我拍的视频都是真的 没有一个是别人给我编的 都是真人 真事 都是真的 所以他们对我就是 来调理的时候 都特别信任我 我现在不在乎粉丝量 就是刚开始做的时候 特别在乎 现在我只在乎 别人对我的这个 我家的口碑 我的车辆的看法 就是我的车 可以说品牌不行 但是你不能说我的车框不行